小时候学长门口最让你难忘的小吃是什么呢 这个调料的配方和小时候的味道一模一样 顺着一个方向搅打上镜 面糊的配方我也放在屏幕上了 一个鸡蛋 一点葱花 搅散 补上腌制好的肉泥再来点黑胡椒 等鸡蛋定型了再翻面 看我这手法专业吧 再来点面糊炸起来不停翻面 到外面有这种焦焦的状态 40克的棉花糖 250克的牛奶 等棉花糖完全融化了 加入巧克力 想要口感细腻的可以裹一下筛哦 我一共做了两个味道 一个巧克力味的 一个原味的 刷上自己喜欢的馅料 再来点烧烤粉 一包馅多肉想夹多少夹多少 一口咬下去满满的回忆 你们觉得我这手衣该去哪里摆汤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